第七十七集 您 您是仙人 灵风子这么一点眼光还是有的 只是原本后土把气息隐藏得太好了 灵仙师 这位乃是后土娘娘 她能看得上风铃 那是她的福气 少廷忙着解释后土的身份 后土 灵风子这感觉膝盖一软 整个人就跪了下去 月风铃更是目瞪口呆 这其貌不扬的妇人竟然是传说中的后土娘娘 而后土娘娘竟然要收自己为弟子 一瞬间 她有从地狱飞升仙界的极端兴奋 当即不由分说 跪爬到后土身边连连磕头道 娘娘 娘娘 不 师父 极端的兴奋和激动之下 月风铃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 只要她能学到后土娘娘的异常本事 将来又何愁那个东方飞儿呢 不不不 今日之辱 她势必要找那个东方飞儿讨回来 她就算修为功法高深 那又怎么样 她终究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 而她如今却败在了后土娘娘的门下 孩子 起来吧 这个给你 说话之间 后土取出一只绣着金线的锄带 另外是一柄浩天赐的法宝 多谢娘娘 月风铃自然是识货的 那初代可不是普通灵界有的卖的繁品 乃是仙品 至于那浩天赐 虽然不大 但闪烁着土黄色的光泽 乃是仙家法宝 你先收起来吧 后土温和笑了笑 当即守一招 月风铃身不由己的就向她飞了过去 这两日就委屈你在这里躲一下了 免得那东方飞儿再找你麻烦 后土轻轻一笑 长袖挥过 已经把月风铃卷入其中了 风铃 凌风子一愣 心中骇然 这难道就是仙家法术 秀礼乾坤吗 好了 凌风子 你也回天罡宗去吧 后土挥挥手 不想再和凌风子说什么 转身湿湿然地向朝阳宫的后面走去 是 凌风子忙着公公静静地答应一声 然后向浩亭告辞 急冲冲地就回天罡宗去了 却说那东方飞儿回到紫薇院 心中却憋着一股子怨气 虽然紫薇真人安慰 她还是感到心里不好受 这都什么事啊 那个后土娘娘也太过分了 礼貌地向紫燕真人道谢后 东方飞儿回到自己的房间 启动防御阵后 就走进了极乐沙里 腾龙盘膝坐在大树下 看着不远处的夜黄 一团火焰带着荧光熠熠生辉 东方飞儿竟自走向清离宫 果然楚浩然也在清离宫里 飞儿 怎么了 那个黄一仙子出现的时候 楚浩然和清离宫都一起堕入极乐沙里 所以后面的事情他们就都不知道了 他们合伙欺负人 东方飞儿愤然道 清离宫儿叹气 心中也是憋屈 曾几何时 她竟然让一个婆娘逼得退走 让飞儿受人欺负 只是那太虚幻境和各路神仙都有瓜葛 实力强大不算 背后支持的那位主同样也是厉害至极 否则那区区一个黄一仙女 她弹指也可以灭了她 何用拒她 那女仙修为平平 楚浩然不以为然地说道 那女仙自然是修为平平 她不过是太虚幻境的接应女仙 等于打杂的 清儿心中不痛快 但还是解释道 那你何用拒她 楚浩然不解地问道 哼 我嘛 是怕幻境背后的那位主 清儿叹道 太虚幻境背后的支持者到底是谁呀 东方菲儿问道 同样的问题 她也是好奇得紧 清儿给自己伸了一杯茶 慢慢地喝着 凉酒才到 算了 不要提她 嘿 你要是能够恢复和那人相比又如何了 楚浩然换了一个说法 清儿的修为极高 若是她也不敌幻境内人 那个幻境果然够让人忌惮的 难说 清儿在考虑片刻后摇头的 楚浩然文言却是有些放下心来 毕竟只要内人不能够凌驾清儿至上 等着他们都恢复了 还是可以一拼的 看清儿的口气 两人的修为应该在伯仲之间 只是她是一个孤家寡人 而内人却有着很强大的势力 如今看来 这太虚幻境的实力绝对是很强大的 可问题是 这太虚幻境不限制女仙离去 她又如何培养自己的心腹 壮大实力呢 哎 菲尔 后来怎么样了 清儿不想说那个太虚幻境 当即插开话题问道 还不是就这么着了吗 当即东方菲尔把接下来的事情说了一遍 好 那女仙倒也有自知之明啊 嘿 菲尔 你要杀她倒也容易得紧 楚后人点头道 我知道 你在她身上留下了追踪印记 否则 我哪里会那么轻易放过她 东方菲尔轻轻一笑 随即叹道 嗯 不过想要熔炼那圆火 又谈何容易 至少在熔炼圆火之前 我得先除去它 给古老先生报仇 古老先生视他成为灵鬼之后 唯一一个毫无目的对他好的人 就像他的亲人一样 而过后 那个该死的月风铃 竟然因为一头畜生残酷地杀害了他 这个仇他是一定要报 谁也别想拦得了他 真弄不明白 那个厚土为何会护着月风铃 那月风铃性子骄横跋扈 除了一张脸长得比较好之外 毫无是处 东方菲尔是越想越纳闷 手掌微微托起 备质丹顶滴溜溜地出现在他手里 地下一抹青色的火焰托起 东方菲尔打出繁杂的指节 原本的青色火焰 渐渐地凝固成莲花的模样 华贵而美丽 喂 死丫头 快放佛爷我出去 你知道佛爷我是谁吗 啊 那备质丹顶里 那个精兽的老者已经感应到了东方菲尔的气息 忙着气急败坏道 那佛爷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呀 东方菲尔笑呵呵地问道 我 精兽老者一愣 这不成呀 他的身份是绝对不能告诉这个死丫头的 佛爷 这么着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 我就放了你 否则嘛 你可别怨我心狠手辣 今儿把你练成蛇利子 我听到老人家说 这高僧作画之后 都会留下蛇利子 功能是曲斜震碎 我可是好奇得紧哪 正好用你这个佛爷试试 看看这蛇利子到底长得什么模样 东方菲尔敏嘴笑道 哎 那个死丫头 你敢 精兽老者气急败坏地吼道 东方菲尔轻轻地笑了一下 手指微微一动 一道银色的火焰 对着被指丹顶就射了过去 最近数日 随着修为的精进 他对于被指丹顶的使用 和碎星之火的控制 几乎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啊 丹顶内 那精兽老者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 他身处被指丹顶里 所见又和外面不同 抬头看去 那被指丹顶竟然高不可及 顶上有盖 里面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道纹 丹顶里面一片通红 竟然不知道有多大 而他如今被禁锢在丹顶的一角 动弹不得 而东方菲尔弹指点出的一点碎星之火 如今就在他脚下焚烧起来 他却是一点也动弹不了 别说是反抗 就连着想要挪动一点 那都是不能够的 这就等于是把人绑在行架上 然后点起火来 活生生地烧死 远比一刀致命要痛苦得多 佛爷 这一时三刻的 你也死不了 不用叫那么大声的 东方菲尔的笑声宛如是银铃一般 声声清脆 传入顶里 快住手 你可死 不 仙子 东方仙子 求你了 饶命呀 精寿老者痛苦得惨叫道 你快告诉我 紫微院里的那个曹华 是不是你杀的 东方菲尔问道 不是 精寿老者连着迟疑都没有 急叫道 那是凌风子干的好事啊 仙子 哎呀 哎呀 求你了 快把这火灭了吧 哎呀 我受不了了呀 任何人被架在火上烧烤 都会受不了 而东方菲尔的碎星之火 真是修仙者的克星 这火焰一点点吞噬皮肤经脉 甚至是魂魄 东方菲尔倒是愣了一下子 凌风子 曹华竟然是凌风子杀的 怎么会这样 这凌风子好歹也是出生天罡宗的修士 居然做出这一等丧德败行的事 喂 你问问她 是怎么来临界的 清儿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那个凌风子 可真够该死的 他们悬门这些年 怎么尽着出败来 喂 老头 你怎么来临界的 东方菲尔问道 哎呀 我 精兽老者虽然被碎星之火折磨得不成了 但是当东方菲尔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居然迟疑了 东方菲尔见他不说话 心念一动 又是一道银色火焰 融进备至丹顶里 那精兽老者本来已经抵御不住 哪里还受得了如此加大火力 顿时再次惨叫出声 东方菲尔冷笑道 哼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佛修 可我所知 佛门弟子从来都是要积善行德的 怎么会有你这等败德之徒 我 我真是佛修呀 仙子 精兽老者被碎星之火烧得是苦不堪言 嘶哑着嗓子惨叫道 我我只是由于得罪了佛修侵传的一个弟子 被他暗算了 差点就丢了命 后来 后来 说到这里 声音渐渐嘶哑下去 东方菲尔心念一动 收了一部分的碎星之火 那精兽老者这才缓过一口气了 但他也紧紧闭上嘴巴 哼 佛爷 我们还是对舍利子很有兴趣的 东方菲尔清清淡淡的笑声 从外面传进来 这精兽老者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着 被这么活生生熔炼而死 那可比被人一刀砍死 不知道要痛苦多少呗 不过像你这样的邪恶之徒 不知道有没有舍利子呀 东方菲尔偏着脑袋 一脸的好奇模样 他还真是好奇了 毕竟舍利子对他来说 也是很神秘的玩意儿 想我这种邪恶之徒 肯定是没有舍利子的 菲尔仙子 你绝对是白脸一场 放了我吧 求求你了 你放了我 我这就乖乖捆回西方去 精兽老者急着交道 嗯 我看 还是练话试试看吧 说不准 这邪恶之徒也会凝结一个邪恶的舍利子 东方菲尔呵呵笑道 那邪恶的舍利子是不能辱药的 你炼化了也没用呀 那精兽老者又叽叽叫道 嗯 算了 哎 佛爷 你的佛号叫什么 东方菲尔换了一个问题 佛爷 哇不不不 小僧小僧碎空 碎空忙着道 嗯 没听说过 想来也是无名之辈 对对对 本来就是无名之辈 嗯 那好了 咱们言归正传 佛爷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你怎么来灵界的 东方菲尔问道 碎空用力咬着嘴唇 老半天也没说话 东方菲尔等了片刻 笑呵呵的道 嗯 佛爷啊 里面是不是很凉快呀 别别别别别别我说我说还不成吗哎呦我的小姑奶奶耶你赶紧把你那火收了我都要快烤出油来了碎空极道 这佛油是什么样子的我还真没见过呢 别别别别别别是是是后土娘娘 后土 东方菲尔呆住这后土娘娘居然会帮助这样一个人来灵界 你休要胡说八道 看样子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说真话的 这真的真的哎我因为触犯清规就被师蒙赶出来了我这没法子就续发还俗 想来这东边私会一段时间却不料得罪了老军门的人差点就被寄灭了 幸亏这后土娘娘出手搭救才有的今日啊 哦 东方菲尔愣然 难不成是后土仁慈不分青红造歪救人了 想来也是 那月风陵那等品行他还不是护着 哼 后土为什么救你 你所做的勾的后土娘娘知道吗 清儿冷哼一声问道 知道知道 那后土为什么要救你 清儿再次问道 他 他让我来灵界 替他杀个人 碎空在迟疑片刻后终于说出实情 哎 是谁啊 楚后人好奇地问道 这后土竟然想要杀人 这完全不符合他仁慈的形象呀 我也不知道那人是谁呀 碎空想了想 沉吟片刻道 说 说是一个长相俊美的少年 哎 对了 对了 他们给了我一张水镜影像 拿来 东方菲儿说话的时候 神石一动 向着虚空就抓了过去 一只除袋已经落在他手里 心中暗喜 幸好刚才没有咒燃下杀手练化了他 否则这除袋绝对也跟着一起练化了 这家伙是神仙 这身上应该有些好东西吧 除袋入手 东方菲儿忙着打开 从里面翻出一只只巴掌大的镜子 灌住少许灵气 那小小的水镜一下子增大 足足有着一面墙那么大 水镜里面一个轻衣少年 合衣半握在软榻上 神态安详 容貌俊美 星儿 东方菲儿失声叫出来 天哪 你 你都得罪谁了 楚浩然也不禁愣然 怎么都没想到 后土来灵界竟然和亲儿有关 亲儿冷笑一声 手指一弹 水镜中的幻象顿时消失无踪 再次恢复成一面普通的小小的水镜 仅仅只有巴掌大小 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水镜的反面 铭刻着古朴的花纹 诶 这花纹怎么有些眼熟 楚浩然说话的同时 衣袖挥过 已经向着那面小镜子卷过去 亲儿伸手一抓 那面小镜子已经落在她的手里 盯着水镜上的花纹看了半赏 脸色越发不好看 冷笑道 哼 果然是她 第七十七集 完 第七十七集